在你的人生里,你会坚持一些事情的做法和原则吗? 例如星期间就要去教会敬拜上帝,不会安排其他节目 我就不会单独与男性同工一起去做探访和其他活动 到现在为止,神是信实的,他总会带领许多姐妹与我同心同行侍奉他 我所带领的连生命小组的成员都是姐妹,是巧合吗? 大家好,又是我们周三灵修的时刻 我是李妹妹,朋友都叫我Lin,我的英文名字 我是连生命小组的组长,也是华语崇拜中做领兵员 所以星期天,你会时常看到我在ACJC的玻璃门前迎接会友 跟着我们教会读经计划,更新生命的道 今天我们要开始读以色帖记 以色帖记是一卷历史书 诉说以色帖皇后如何有智慧和勇敢地帮助犹太人脱离被灭的危机 鼓励你自己读这卷有趣的历史书 自己在故事中寻求寻找神奇妙的作为 以色帖记里有四个重要的人物 喜爱烟席,饮酒和美女的雅哈水鲁王 波斯帝国的宰相哈曼 还有两位犹太人 就是对信仰绝不妥协的莫迪改 和这卷书的女主角以色帖 以色帖记第三章的开头 记载国王命令所有人要向哈曼跪拜 表达敬畏 在波斯王朝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哈曼 谁敢不归拜他呢? 莫迪改绝不低头,绝不妥协 第三章第二节说 唯独莫迪改不归不败 朝门的臣谱问莫迪改说 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 他们天天劝他 他还是不听 因为莫迪改说 他自己是犹大人 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神亲自颁布洁明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跪拜偶像 也不可侍奉他 出埃及记第20章3-5节 我们从莫迪改的身上 可以学习的榜样是 我们敬拜的对象 只能是独一真神 而不是任何人 若有人要求我们向他们默拜 或违背神 我们千万不可让步哦 傲慢自大的哈曼 决定不与莫迪改正面交锋 而是计划灭掉莫迪改和他的同胞犹大人 不过因为犹大人有神的保护 他的计划不能实现 最后他自己与亚甲主人都被灭除 发生在以色帖记的事件 看起来好像都是不可思议的偶然 巧合和幸好 幸好我失提 王后被废除 以色帖才能坐上王后的位置 是这样吗 偶然莫迪改听到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 要下手害国王 而国王把莫迪改救了他的事情记录下来 原来亚哈衰鲁王也有写日记的习惯啊 臭巧 那夜王睡不着觉 被提醒他还没有奖赏莫迪改 救他一命的事件 神不是透过丑巧合来做事 而是透过他神圣的安排 所以我们在看以色帖记的故事时 要寻找着神一直引导着我们的无形的手 莫迪改能够听到两个守门人要谋害国王的诡计 绝不是莫迪改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到的 这种谋害国王的诡计通常是很隐秘的 谁能知道人心中的隐秘 只有神 耶利米苏17章10节说 我耶和华是见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 报应他 所以莫迪改能够听到 谋害国王的诡计是神的安排 这里我们被提醒 不管我们在哪里 上帝总是细心的看顾着我们 在读圣经的过程中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神总是主动执行他的计划 然后他会寻找甘心顺服的人来完成他的计划 虽然以斯帖王后知道 他贸贸然的去见国王是很危险的 甚至会丢掉性命 我们在以斯帖纪四章十六节 看到以斯帖祷告神 进食三天三夜 以靠上帝的保护 他甘心冒险 说 哎呀我若死就死吧 他跨出第一步去见国王 而让神决定他的命运 最后我们就看到 神为他安排一切 不止犹太人被神拯救 哈曼和犹太人的仇敌 全部被除灭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能保护他的子民 愿神赐我们力量 和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 在违背神的旨意事上 绝不妥协 祝你们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